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湖北京州安良百科商场发生一起自动扶梯安全事故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刘女士 带着一个小朋友经手扶自动扶梯上楼 临近上一楼层自动扶梯到达口的时候 自动扶梯踏板突然塌陷 在刘女士聚落自动扶梯的那一瞬间 她双手托起了随行的小朋友 而自己在三位商场女迎宾人员前面 活生生被捶入了自动扶梯里面 从监控视频来看 其惨烈程度令人惊悚 经营救人员赶到现场 刘女士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电梯的发明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在便利的背后 亦都被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意料之外 看完刚才一件又一件的事故 现在的心里是尺尺痛 拿着拿着的 到底为什么这些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就这样发生了在我们的身边 这些电梯平时看上去非常温和 突然之间就会变成洪水猛瘦 女女咬人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日电梯 一起去了解一下 首先就要做好安全措施 好了 马上出发 为了解答自动扶梯 为什么会伤人的问题 我们的调查员找到一个专门 研究电梯安全的专监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日行公司 扶梯设计科主管南建华 调查员将会在专家的指导之下 进行实验解答 男主管你好 我是生活调查团的嘉嘉第一次见面 那男主管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有几个问题 想要跟你请教一下 就关于这个电梯的 就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电梯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是有两个大系统 一个是扶手系统 一个是批击这个机制系统 那分了两个机房 上机房跟下机房 两个机房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 上机房一个结构是怎么样子 上机房就是从下面上去的 对 上面就是做驱动用的一个机房 对 了解它里面的一个结构 好 那我们就靠近一点去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上机房一个结构 那上机房主要有三个大部件 主要一个是驱动主机 驱动主机旋转的时候 拖动通过链条 这个链条拖动这两个大链轮 来拖动这个梯极在旋转 那这个大链轮里面有一个小链轮 拖动了这个扶手带这个始终轮 然后就使用了这个扶手带一个结构 那整个一个上机房 就是这么一个运动结构 那上机房上面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梯子在回转的一个地方 梯子回转呢 有一个梯子库板 那这是我们上机房的一个梯子库板 那现在梯子库板的内侧呢 是有一个控制柜 所谓的控制系统 这是我们整个上机房的情况 我们亦都做了一个3D视频 来解构自动扶梯的危险在哪里 观察扶梯的否面图 我们可以发现 上机房盖板有三块 第一块是靠近楼梯的前沿板 后面两块分别是盖板1和盖板2 正常运行的情况之下 前沿板和盖板1之间是无缝连接的 发生事故的时候 当时人踏在松动2翘起的盖板1的坠末端 令到盖板发生侧翻 而它就是从纳粒跌落去 刚刚跌落了回旋梯级和梯级安全护板之间 随之被翻转的梯级卷入梯路的下方 我们现在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会发生意外呢 就这里会发生吃人事故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里面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 OK 那我们如果是盖板突然脱离 或者是掉下去 或者是防准其他一些意外情况下 那首先看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梯级在回转的 那梯级回转跟梯级复盘 有一个安全间隙在里面 那如果是这个间隙 如果是保证不了 或者是过大的情况下 人把它能掉进去的情况下 自然就人会往下掉 所以如果盖板发生松动 或者翻转的情况之下 由于重力 人会向下跌 如果盖板下面的纳粒过势 人就会跌落安全区域 但如果纳粒过大的话 就会造成危险了 在了解了自动扶梯的工作原理 以及发生今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后 我们已经知道 为什么会让成今次的悲剧了 在我们为今次的悲剧感到心痛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想一想 怎么样才可以避免 不要再有下一次的悲剧发生 那下面我们一起再去调查下去 怎么样才可以避免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自从湖北京州的扶梯成人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都开始对成座扶梯 有着很大的阴影 而最近网上也盛传 自动扶梯的第二块踏板下面是空心的 不要踩 也都不要站 最好直接跨过去的说法 自动扶梯的第二块踏板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人害怕呢 我们再次回到电梯公司 找到了男主管 男主任你知道吧 高手在民间 就自从出了那样的一个电梯事故之后 网友就纷纷想出了很多 就是五花八门的那种奇招 就是说给安全坐电梯 那其中有一个呢 他就是说像电梯这样踏板 第一块第三块都是安全的 唯独第二块呢是不安全的 所以就叫我们说不要踏第二块 那这样的说法对不对的呢 其实我们来远见维持 我们多来这边看下下面机房 具体有一个什么情况 那整个上下三个的一个中板 上中下板来说整个是空的 这个是靠两侧的支撑来支撑的 其实第一块到第三块 下面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它的支撑点就在两侧 并不大于中间哪一个地方 所以网友所说的什么 第一块第三块是实的 第二块下面是空的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对不对的 我们将踏板打开之后 可以见到 除了扶特的主要零部件之外 三块踏板下面都是有空间的 就是空间的大小不同 这样站在踏板上面 是不是真的安全了 我们还请来了专业人员 来试验一下 看看这个空的踏板 是不是真的不安全 那刚才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虽然说这些踏板的下面都是中空的 但是在上面的工作人员 无论是多么大力地踏 跳都感觉上是很安全的 这样又是为什么呢 主任 现在我解释一下整个前板的支撑结构 我们前板本身的支撑来说 这个总长大概是一米三 每一个板的一个深度来说 大概去到三十分分这么一个长度 现在它的支撑是靠两个边框的一个边框来称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边框支撑点 那这边呢又有一个边框支撑点 所以保证这两个支撑点 在这个有效情况下 它这板就不会变形或者是下线的 或者是反转这种情况 就是让它平衡架在这个轨道上面 对 这两个轨道上就可以保证它一个平稳了 所以即便是上面是中空的 但是因为这个板就有一定的厚度 对 对 这个板的宽度 同时也是架在这个轨道上 是 对 就会保证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 对 它的板不会下线 专家还说 扶梯运行的时候 三块丐板确实固定在地面上 如果不小心有松动或者翘起的情况 也都不需要担心 因为一旦丐板被打开 扶梯就会立刻停止运转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相机房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块和运转的T-Gup 相隔的甲板 这块甲板是为了防止人会被捲入电梯里面 而并非打动封死到底 底部还会留有一定的纳规感 按照好扶梯 三块丐板的两侧肯定都是有承载边边框支撑住的 乘客可以在上面踩踏 站立 很安全 也都不存在大家担一个安全隐瞒问题 所以大家在踏电梯的时候 不需要过分担心电梯第二块踏板是否安全 也都不要再可以一担意踩三条了 转下说 照电梯设计符合要求 质量大到合格标准就可以放心使用的了 网友招数无奇不有 为了安全搭电梯 有网友恶搞很多坐扶梯的怪招 他们两只手两只脚都搭在扶手带上面 因为这样不碰到扶台街或者搭满 就可以安全过电梯了 这是万万不可的 首先在扶机上就绝对不能玩闹 或者是像途边那样耍杂技 跨在扶手带上面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扶手带 下面的玻璃只能承受正压力的 不能承受两侧的压力 如果有承受两侧压力 会把玻璃给几岁 几岁之后人就会划伤或者掉落 这是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风险是我们的扶手带本身是比较光滑的 如果是脚踩得上可能就很容易划下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风险 整个危险是很大的 不建议在这里 所以说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以后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再模仿这种 杂技式的扶梯方式是极其之危险的 还有平时我们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 都会听到这样的语音提示 就是说前窝前轻塞腐造大 前窝就是腐蹄枯出田流 所以说这个乘坐自动扶梯 都是有不少要住的地方 也都存在不少的危险性的 这个危险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到底这个自动扶梯 哪些地方是会存在着危险的呢 带着问题我们上网搜索了相关信息 对于自动扶梯安全隐坏的讨论 还真是不少 有网友说坐扶梯千万不要将脚伸到 阶梯间的三角区域 否则就会夹脚 还有人说不要将手放在扶手带的出口 会夹手间 还有一位网友的回答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小朋友坐扶梯千万不要怕在扶手带上面 小心从高处跌下来 分分钟命走都没有 扶手带 扶手带出口 和側面那区 这三个地方真是自动扶梯的危险地带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一起去做一个实验的 而实验的地方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条15米长的电梯 好了事不宜迟 立刻进行实验 在扶着这个扶手电梯会出现的 真的加住了的 是什么令格格吓得又怕又怕 家人粉身碎骨 手指还没夹断 鞋鼻硕硕地陷入在扶梯内周 扶梯还存在哪些危险地带呢 广告回来继续为你解答 人们承梯的时候守扶的位置 但是小朋友会在离开电梯的时候 不记得把手拿开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呢 现在我手上就拿着了一只假人的手仔 这只手仔就是无意大概是三到五岁的小朋友的手 那为什么会拿一只小朋友的手来做今次的实验呢 就是因为小朋友是最容易发生危险的一个群体来的 那我们首先就来测一下 这个小朋友的手指大概他的直径会有多阔 在我手上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仪器 就是一个测量器来的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 好了 经过测量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小朋友的手指阔度 大概是11毫米的 是的 是11毫米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扶手带的入口 那个口大概有多阔 这个窗带的阔度是4毫米的 那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这个入口处的阔度是非常小的 是小过我们小朋友的手指 差不多是两倍有多的 那既然说手指会粗那么多 怎样会摄得到进去呢 有没有可以摄进去的可能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模仪实验了 有请男主任 是的 我们现在电梯就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了 那待会我就会在男主任的指导之下 去进行今次的实验 确保我们的实验安全性和严谨性的 那现在就麻烦我们男主任 启动一下这一台电梯了 通过测量 手指的阔度远远比手扶带出口要带 按道理来说是不可能会有危险的 但实际上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还是通过实验来证明了 好了 今次男主任就帮我们 启动了这一台的扶手电梯了 而且呢 待会也会在他的指导之下 进行今次的实验 那麻烦呢 男主任要看实我了 我也很害怕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现在呢 就模拟一下小朋友 在扶着这个扶手电梯会出现的 真的卡住了 是拔也拔不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手 真的卡住了电梯的入口处 而且在卡住的同时 我们也发现这台电梯停下来 但是我们刚才就测量过 这个口只是有四毫米而已 但是我们的手是有11毫米的 那按照理论上来分析的话 应该卡不进去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男主任 这个主要是我们扶手带出口的一个锚刷 锚刷呢 本身有一个预流电器 那这个电器可能在一定的几家情况下 会把一个硬物挤进去 可能是顺着这个扶手带摩擦力 挤进去之后呢 就把这个撑开 撑开之后就可以触发这个开关来动作 有一个重力是不是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摩擦力很大的 对 如果你是不认为拉出来这个顺势带进去 就把它撑开 所以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结果了 所以说如果是小朋友这样子经常在这里玩耍 那个手一直抓着这个袋子 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危险情况 专家就告诉我们听 在扶手槽的下端有一个开关 当有物体击着中间的时候 就会出及这个开关 这样扶手槽就会停止运动 减少损伤 从实验可以看到 在小朋友非常之喜欢摸的扶手槽位置 一旦小朋友分神 没有及时将手摸开 就有可能令到手指夹进去 造成损伤 扶手带除了扶手带没端存在的安全隐患之外 还存在另外一个危险 现在我手上就抱着了一个假人 而他的头上就绑着了一个西瓜 究竟搞哪个呢 待会大家就知道了 现在就有请男主任 跟我一起来坐电梯 和帮我启动一下这个电梯 同时也都在我身边绑着我 好了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进行下一个实验 接约来这个实验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 在扶梯下面塑散人困 一旦有紧急情况 我们会立刻停止扶梯的运行 现在调查人家家就开始将假人放在扶手带上面 当我们把手松开的时候 舒时迟那时快 假人迅速脱离了扶手带 跌了去 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会遇到的 很多小朋友都会将扶手当成了滑梯 将整个身体扒在扶手带上面 到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一不小心一线手 后果就会好像这个跌了下去的假人一样 所以说女人趴得上这种状态 我们快点去看看 观众朋友大家看不看到吗 这个道具就是刚才我们 已经留下来不行不行 要放在地上 这个道具就是刚才我们 拿着的那个非常有趣的假人 头上是绑着了西瓜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首先我们了解扶梯的一个基本结构 就是说你抓的扶手带 是一个比较光滑的扶手带 所以说女人趴在上面 如果单靠那个光滑面 是容易滑下来的 就是首先摩擦力是很小的 所以说光滑的扶手带 导致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我们即使摔下来之后 因为旁边都是悬崩的 没有任何保 所以我们直接会摔下来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小朋友 千万不要模仿 更加不可以一时贪玩 当扶手是滑梯 趴在扶梯的扶手带上面 家长们也要时刻注意住 而对于电梯侧面的那颗 也就是扶梯和梯级之间的三个区域 又有着什么危险呢 我们将继续伸演 来之前我就找出旁边屋的陈衣 借了一对这样的胶鞋子 因为小朋友就很喜欢穿 特别是夏天 很喜欢穿这样的这些凉鞋子的泡沫 我们现在就来量一量 这些鞋子的厚度大概是去到多少 我手上依然都放在颜色的위 luc 我手上仍然有一个由标尺 我们就来刷一刷 经过测量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一只鞋子的厚度 是12毫米的 而且为什么我会 拿在一对这样的鞋子身上出来呢 就是因为小朋友 från扶梯里 很喜欢脚到位晾це 很喜欢摄在电梯的旁边 摇来摇去的话 如果不慎它扇低了 又或者是这只脚摇下摇下 就摄了进去电梯侧面的垃圾 又会出现什么危险情况呢 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模仿一个这样的实验 在实验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看电梯侧面的垃圾 大概有多阔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三角的区域 实验毫米厚的鞋只会卡住 在只有两毫米的电梯垃圾当中 我们现在开始启动首扶电梯 因为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这个实验由男主管来帮我们完成 扶梯启动 男主管拿着梁鞋 无以小朋友在扶梯侧面玩的情形 慢慢将梁鞋放在扶梯的垃圾那里 为什么这样 我们刚才测过的鞋 是足足有12毫米的 但是这个垃圾都是只得2毫米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的 男主任 首先这个鞋子我们有个 有可能就是一些鞋带 先把它卷进去 鞋带顺势会把这些像鞋底挤压 就一起提进去 所以说最危险的地方是鞋底 可能鞋底是鞋带转进去的时候 带了整个鞋底挤压进去 会导致这么危险 从城两中我们发现 当鞋靠近电梯側面的时候 很容易卷入垃圾当中 而且越卷越深 最后击在出口处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承梯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尽量站在踏板中间 避免接触这些垃圾 防止意外发生 乘坐扶梯除了要注意电梯扶手带 扶手带入口及电梯側面纳粒 这三处安全隐患之外 还要注意上下电梯夹角的地方 乘坐的时候 一定不要探摩头脚冬张西网 避免撞头被截伤 另外也要注意扶梯出口的位置 将长裙或鞋带送了 便会很容易被出口处的齿梁卷进去 从而造成危险 所以大家以后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 一定要骗黑色扶手带 同时脚也要站稳在踏板之上 如果小朋友要坐电梯的话 也要在大型的陪同之下才好坐 万一一个不小心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也要学会自救才行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下 是扶梯应该是怎么处理 比如切当 在我们每一个扶梯的上下端头 端头有个急停按钮 这是在红色急停按钮 是能把它踢给停止下来的 所以说在周边的人遇到任何情况下 紧急情况下 你会直接按下这个按钮 让踢停下来 又或者是在踢的正下方 手指薄宽这里呢 也是能实现一个停止的 就是说把这个开关 用手往里面顶一下 又或者是用脚再踢一下 都是可以把这个踢停下来的 这是我们日常在预造紧急情况下 一个处理的一个正确的应对措施 那实际上我们就可能有些比较长的梯 会在中间的位置上 会设置的单独一种紧急按钮 比如说比较长的梯 如果中间的人看到紧急情况 也是在中间按钮 也是会直接把他给点子的 同样也是红色的一个紧急按钮 压紧扶梯扶手 在不慎发生踩踏或用势事故时 要保持身体重心 不要滑在地上 不慎倒地的时候 要两手十指靠插双扣 护在后脑或颈部 两个针向前 护着双侧太阳月 双湿亦尽量潜温 护着胸腔和腹腔的重要壮气 侧躺在地上 当发现前面有人突然击撑的时候 就要马上停下脚步 一样东西的发明 总会伴随着利和币 像这个电梯 虽然说它会存在一定的币端 但是你也是会大于弊的 不过我们都不可以忽视 它有存在危险的可能性 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你 在踏电梯的时候 虽然说要注意 但是亦都无需过分恐慌 如果说在踏升级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任何的意外的话 首先要冷静 第二就要按下这个 紧急停止的开关 等待这个电梯停下来之后 再来实施救援 日常的生活当中 亦都要了解多一点 关于电梯的知识 和电梯的急救常识 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 在踏电梯的时候 可以保证到自己的国家安全 好了 今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们 想了解更多 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可以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 八点半 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 下期等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